花蓮早餐店競爭相當激烈 因為網路上一打開 中式的西式的都有 今天我們要來挑戰一家無名早餐店 這是在地人吃的 我們到現場九點的時間吧 還在排隊耶 而且明明就是非假日 很多東西都沒了 我們來看看這一家中式早餐店當中 有賣哪一些好料的 有賣煎包、鍋貼、蛋餅 除了推薦這邊的鍋貼之外 燒餅也是推的 這一家早餐店實在太熱笑了 我們來的時候基本上想吃的都沒了 原本還有一個他們做出來的韭菜煎包 本來說要的 如果在考慮的情況之下 就被其他的客人拿走 然後就沒了 今天的量就沒了 他的煎包有兩種 一個是高麗菜口味 一個是韭菜口味 都沒了 好 那來試試看他們家的煎餃 真的也是恰恰的 裡面很鮮甜耶 有沒有看到 高麗菜 然後豬肉餡 很平嫩 下面的煎台 觸碰過的地方 很焦脆 高麗菜很鮮甜 裡面油油的是因為裡面 冰出來的豬油香 嗯 然後我覺得 如果你要來這邊的話 你一定要加他們家菜脯 我覺得菜脯很有味 讚 就是這一大盆菜脯 哇 很有味 老闆自己炒的 這你們是熱銷品嗎 很多人點 很多人 他說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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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只有八個耶 哦 要十分鐘耶 你有吃嗎 我今天沒有 我今天吃鍋貼 哦 下次來花蓮 你們可以來解鎖這一家 無名早餐店 他就在市區吉安啦 吉安鄉三龍市場 斜對面 要吃要早 六點半就開門 來到了花蓮 怎麼可以不吃臭豆腐 我們來到的是玉里橋頭臭豆腐 哦 威力驚人耶 我的車大概停到五十公尺遠吧 一下車馬上就聞到臭味了 所以必須要來品嘗一下 沒有吃過就不代表來過花蓮 嗯 步驟很簡單 你要先去拿號碼牌 不管你是要內用的 或是要外帶的 記得你一定要在櫃檯拿號碼牌之後呢 然後上面就會跳號 再去領餐就可以了 開吃吧 不要懷疑你眼前的景象 我跟你講 現在是早上的十一點 早上的十一點 兩側座位全滿 不要撲空 他從早上十點半就開始營業 一直營業到晚上的六點半 所以小吃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時間 大名鼎鼎的臭豆腐 就在我眼前 那他跟一般臭豆腐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家的這個 蘿蔔絲 我點的是小盤 小盤是三塊臭豆腐 大盤會是五塊臭豆腐 小盤的是六十塊錢 大盤的是一百塊 來看看玉里橋頭臭豆腐 到底為何魅力會如此大 光是用夾的 你會感覺到它非常非常的酥 裡頭白色的是軟的 哇 外面好脆喔 它那個脆很像那個 可樂果 烤烤烤烤 配烤 蘿蔔 它蘿蔔裡面還有九層糖 所以要先吃一下 臭豆腐 然後再塞 蘿蔔絲 就可以把那個 臭豆腐的味道壓過 你就感覺像是 像刷過牙一樣 你滿口就有九層塔的清香 很厲害耶 記得臭豆腐在漿裡面的醬汁啊 盤裡的醬汁要把它蘸起來 它的臭豆腐不是很乾的 它是咬下去之後 裡面是有汁的 咬下去之後呢 有的甚至會爆漿的感覺 裡面的汁很多 所以 來花蓮 記得 日裡橋頭的臭豆腐 一定要吃起來好不好 然後現在有個好消息 因為有時候啊 你們太想念 要吃這邊的臭豆腐 一定要不要來花蓮 它告訴你他們的第三家 誕生了 第三家就是在宜蘭 所以北部的朋友們 像是想要吃他們家的臭豆腐 就不用 刻意殺到花蓮 在宜蘭你也可以吃到第三家 絡意不絕的排隊人潮 櫃台前真的沒有空過耶 上午吃臭豆腐 這是我在別的縣市不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在花蓮它就發生了 花蓮景點真的是越來越多了 之前很多人來花蓮要來打卡的就是 星巴克 先前有一個貨櫃星巴克 現在又多了一個小木屋星巴克 很美很童話 果然新開幕很多人排隊 現在要進去你看看 排車這麼長的隊伍 我們進到禮屋來 沿著玻璃窗塑蠻有氛圍的 採用的也是中島吧台 這是工業空 它除了室內區之外呢 還有室外區 室外區你看 一開始就是很像煙囪造型的建築 它底下就是一排很chill的椅子 可以讓你們在這邊 一邊看著美景 一邊喝咖啡 你看這個環境 如果我不說 你會不會以為置身在歐洲的某一個角落 太美了吧 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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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宇松 然後這邊可以搭船 經過旁邊可愛的星巴克 這簡直是天堂的美景啊 好美喔 好美喔 房客都可以免費兌換一杯 對 可是有正照的咖啡 像這些豆子都是我挑選過 對 我認證過覺得 喜歡好喝 然後我就分享給來住的好喝 嗯 這家W house 民宿它是有故事的 老闆是歸於返鄉 他在竹科當工程師當了二十幾年 在四十幾歲 那個時候 他毅然決定要跳脫舒適璇 回到花蓮 把他們的老屋重新活化之後 就變成了這一棟的民宿 那他不但是民宿老闆之外呢 他也是咖啡烘焙師 所以來這邊入住 就可以換得一杯咖啡 那他會很細心的幫你介紹 你適合喝什麼樣的口味 像我今天喝的這一個 雖然我不懂他的原理是什麼 老闆跟我解釋 但我真是不太懂 但喝起來就是好喝 果香很濃 嗯 所以 在這邊 我覺得除了你可以感受到老闆 對於 建築 對於裝潢的用心之外 同時你也可以看到他 對於咖啡另外的用心 所以入住在這邊 真的會讓你有冰日如歸的感覺 然後房間設置我覺得很好 像我們今天 像我們這次住的地方 我覺得那設計就很 很像 芭比家 全社都一樣 芭比的夢幻屋 很像是那種 呃 樣品屋的感覺 很棒 不錯 歡迎你自己來試住體驗囉 1 我們要學會是你 我們要學會做的 怎麼會看 可以 如果我們要把問按讚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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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解釋